国民党新北市长初选 现在是打得火热 也让周锡伟的帅儿子意外曝了光 周锡伟的这个 可以说是他的儿子的个子 是拥有爸爸的身高 一家子男丁都是185公分以上 太太更是动灵美魔女 那么周锡伟宣布参选的那一天 低调在台下全程紧盯 虽然说政治冷感 但还是愿意当周锡伟的美丽推手 父子俩是多久没见面 镜头前只见大脆够 但双手却勾紧紧 这是周锡伟最常见的家庭生活 当场吐槽老爸 他是周锡伟的大儿子周玉玲 186公分31岁 气管系毕业后 因为兴趣跑去蓝带厨艺学校 修读厨艺课程 气伤拿锅铲 口中的严妇 却是支撑他的最强后盾 小宝 你好 他在拍你出包的画面 没关系啦 我没有在出包那么多情形 儿子烤披萨 老爸当都军 一家子高颜值 也因为选战意外曝光 当我离开县长的时候 我选择去做农夫 去做老百姓 去好好的反省 周锡伟台上演讲 台下的周太太林珊珊 满眼爱心 几乎是崇拜眼神在观摩 她就是周锡伟口中最爱的妈咪 她是我最好的妈咪 她一直都觉得 我是她的大儿子 永远长不大 然后她会告诉我 老公你今天的表情太严肃了 或者老公你的笑容太僵化了 你今天的讲话不够温柔 林珊珊是温柔型美女 虽然政治冷感 家庭第一 但只要大儿子周锡伟 想要冲 林珊珊总能扮演最佳军师 当美丽推手 记者程序戴婉林台北采访报导 似乎 你 有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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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